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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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 背首宋拜 光辉 赞颂荣耀传宿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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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著每首崇拜 封閉 再就榮耀全熟理 地與海就出個魂 本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唱 魂舞同眾吹頌 全地就響聲勢無比 眾贊聲永不須傑 全地要經拜師風 高昌萬有之上 榮耀無恨之處 全屬我之前為耶穌 所有 要讚美 如風天空海滑飛 要讚美 高昌萬有之上 榮耀無恨之處 全屬我之前為耶穌所有 所有 二月海就出個魂 本石唱讚美歌聲 風雨電也歌唱 魂舞同眾吹頌 全地就響聲勢無比 众赞声永不须田 全地要敬拜师父 保长万有之身 荣耀无限之全 全属我主天为耶稣 所有人赞美 如风天空海滑飞 荣赞美 如下花满海中前夕 保长万有之身 荣耀无限之全 全属我主天为耶稣 所有 全地要敬拜 如空天空海滑飞 荣赞美 来马满海中前夕 保长万有之身 荣耀无限之全 全属我主天为耶稣 一切荣耀众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班区华人圣经教会 网上的直播 崇拜直播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都很希望认识你的 因为我们教会 可能会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开 但是就希望我们都能够能够 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连结于你 如果你是新朋友 想填写我们的新朋友表格 我们可以接触你 看看你有什么需要的 这样你可以用这个网上掃描码 二维码掃描 然后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欢迎很正式你的 是的 如果是你会友的 是你教会会友的 记住了 今天的上午11点15分 就是我们的半年度会友会议 因为我们在网上 我们不会分开几个言语 只是英语进行 那天你们最迟11点半之前就要注册 但是现在你们可以早点注册了 到时不用再那么紧张 找个注册的日期了 希望你们预早注册 最迟我们是 那天开会之后15分钟之内 一定要注册了 想登记的注册 就要留意这个网站的地址 还有继续提醒大家 我们都说每周三都要有一个视障 和牧师一起吃午餐 其实真的不是吃午餐 是我们现在聊聊 因为很多大兄姊妹 可能被困在家里面 或者又不见得亲戚朋友 情绪上好像很孤席 我们希望自己的机会 和大家一起在网上聊天 谈宣说四都无所谓 大家等你的心情会回复正常 好像我们见面一样 如果你未来过 我都很希望你继续能够参与 来到我们一起聊聊天 星期三的下午12点至1点 我们今年每年都有 Bars Convention 我们都很希望第一姐妹参与 去接受这个装备 今年的特别 又不能够在实体聚会 我们有一个Bars Convention 希望大家能够留意 3月5日至6日 还有登记 我相信 稍后会有更多的资料 如果大家想联络教会 我们可以用电邮 可以用我们的电话 留言 我们都有人去接收信息 可以随时去答复你们的所有问题 那就是奉献 那就是奉献 我们虽然教会 你们回不了来 带不了支票 但我们都很方便 要么你寄上来 要么用这个密码 手机 所以这样一数据就 进去这个Push Pay 给钱就很方便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 为了教会的事工 继续有支持 我们首先为这个奉献 我们有一个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给我们的慾言当中 我们仍然有教会 有一齐聚集 虽然不是实体的 但我们网上也有结联 我们知道大兄姊妹 都能够在不同 经过又用不同的渠道 有团契的聚会 求主你继续去带领我们 我们知道 真是神你的家 需要有粮 继续去传让这个福音 求主你就叫我们 我们真是为了一家的缘故 我们愿意付出 我们的一些微小金钱 虽然是微小 但我们知道 神是越纳我们 乐意的奉献 以及我们尽力的奉献 都是神你所越纳的 你所喜悦的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叫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 能够尽真信力的 去爱你 以及去支持教会的事工 我们希望这些事工 也能够 叫更多人能够 认识主耶稣 以此他们得到永生 我们求主继续去保守带领 叫我们奉献 都是被神所用 我们祈祷交托 奉爱我主耶稣 得圣言自祈求 这星期我们很高兴请到我们的神学院的一个导师 叶宇波牧师来到当中 我想他都来过一两次了 还有去过我们的退休会 但因为去年的退休会 我们就禁止了 没有机会见到他 今天他都来到我们当中 全港神的话语 他仍然是我们的神学院里面的副院长 和教授 他主要收是旧约和希伯来文的 我们很高兴邀请他当中 希望他给我们一个好好的信息激励我们 我们请二宇波牧师为我们正道 各位弟兄姊妹好 很高兴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 作为分享神的话语 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和提醒 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的这段经文 在主耶稣所说的所谓登山宝 登山宝份里面的一段经文 我先将这段经文 大家看看这段经文是什么的经文 就在这里 看到吗 这个经文就在马大福音第五章 二十七到三十二子 这个经文就是 其中里面讲到的内容 就是很特别的 尤其是有一句说话 所以就是用这个题目来做我们这个题目的一个 雀眼点 叫什么呢 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什么 大家可以读这个字 我查了一段时间 这个字叫做 碗 碗掉你的眼睛 读碗的音 这句说话呢 大家看一看 怎样呢 这句说话呢 这句说话呢 大家看一看 怎样呢 为什么会说得这么严重 把眼睛挖出来 碗掉你的眼睛 碗掉你的眼睛 那谁说这句说话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先 就是这个马大福音第五章 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我先读一次给大家听 这句说话呢 都是主耶稣说的说话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凡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碗出来 雕吊 令我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碗下来丢掉 令我失去百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 人若丢妻就当给他丢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丢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严股 就是叫他作淫乎了 人若取 这被丢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乱 这句说话出现了 他说如果右眼叫你跌倒 就将他捞出来 不行,捞出来 还丢掉了 我觉得真的很严重 拔出来也可以再上去 现在科学这么进步 可以再移植上去 还丢掉了 丢掉了 丢掉了 只剩下一只眼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说到奸淫 看见腐动淫念就奸淫 等如犯了一样 这句说到要彻底的去处理 这个眼令你跌倒 所以就刮了出来 就没得再去看 没得再看之后动淫念 接着说到可不可以休妻离婚 这个很强的就是说 特别是说男人的 这句说话从男人 特别是对男人说的 如果你去休妻的话 这样是对不对呢 这样离婚 在这里说几件的事情 所以我试试讲完经文 我把它综合大家去看一看 这句说话是什么事情 跟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 特别是我们有信仰 基督徒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们将这个圣经 将它在化圣经里面 要整体的了解一下 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 不可以只是断章取义 一定要上下文要连接 才知道我们不会看见树木 看不见整个树林 这条圣经里面 其实主耶稣在灯山补睡 主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 讲到天国的律法 天国的律法比地上的律法更高层次 要求更高的 因为地上的律法有时相对性不太准确 或者是信仰人的情面 但天国的律法有更高层次 这条圣经里面 可以说是从外仙人读第五章 我说从17节到48节 整条圣经是不可以分的 外仙人刚刚读的那段经文 就是中间的部分 27节到32节 就是这里 讲到奸任 讲到要挖眼 然后优妻对不对 特别是这两个地方 即是说 如果你看整个经文的内容 那个大纲 或者结构 其实他可以这么说 他开始的时候 在17节 由17节到20节 主耶稣就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所以一开始 主耶稣在这条圣经里面 就告诉我们 他说他来到了 就不是将以前 在旧狱的时代 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和先知 将他废掉不要 因为主耶稣来了 从今以后就听主耶稣说 之前那些就不要了 不是 我不是废掉以前的 而是什么呢 我将以前的 承传 或者说将它落实出来 更加进一步 能够将内容的精议 讲清了给你们 因为如果只知道外表 没有实际的了解和实行的话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段圣经里面 十七到二十节 是开宗明 要告诉我们 主耶稣要叫我们 要对神的律法 要落实去遵行 因为这是天国的律法 不要以为地上 我们稍微应付了一些地上的法律 就等于以为自己 已经很高的道德水平了 可以合乎到 已经满足到神的要求 不是的 人可以骗人 但是骗不到神 所以 这个就是 开始的时候讲清楚 这个律法是非常之重要的 下面呢 他连续讲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例子 他将六处的地方 一直以来 当时那些意识猎人 他们以为这样做 就等于 遵行了神的律法 其实呢 你说是也可以 不是也可以 他们只不过 将神的说话 拿来 然后呢 将它改一改 根据他们自己的解释 自己的 过去的传统习惯 将它解释成 哦 我这样啊 我这样做了 我做到了 你知道吗 人真是很 你可以说人很聪明 人是很诡诈的 如果人家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法律 要求要做的话 你定你的法律 但是我就说 哦 接着你的法律 我就做了 因为为什么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将它改一改 将它呢 叫做什么 叫做 换 就是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换汤不换药 不是 不是 用错了 即是说 将它扭曲一些 就当是做了 而它用我们现在 现在的广东话有些述意 我们听到现在有很多新的 广东话术语 就是说 说了等于做了 做了没有?做了 原来它说一当做了 那就不算了 譬如呢 这里有六个例子 每一次 那个例子 主耶稣都是这么说的 它说 你们听见有人这么说 那些说法呢 都是根据旧约圣经的 但是呢 已经将它呢 加加减减 加盐 加醋 改了 所以每次都说 你听见 不要杀人 其实什么叫杀人呢 就是说得很含糊了 或者只是做外表 做些不做些 主耶稣就要改正他们 所以呢 这一次就说 什么叫杀人 是什么意思 你听见有人说 不可奸淫 关于奸淫的意思 第三次呢 你听见有人说 如果邮妻呢 就要有什么规矩 第四次 不要背誓 就是答应过的事情 尤其背誓 就不是向人发誓 不单只是向人发誓 而且要用神的名字 来向神 好像我们中国人说 那些古诗的人说 向天发誓 起了誓 不可以更改 这些话 什么叫做 不可以 违背 违背誓言 第五 就是 有人说 以眼还眼 以华 硬华 以牙还牙 这句话 就是说 要报仇 要十足十的报仇 这句话 这是怎么用意 最后一个 就是说 我要当爱你的轮舍 恨你的仇 有仇就报仇 有冤就报冤 所以 连续都是六次 你们听见 但是主耶稣 向他们解释 这个律法的精义在哪里 因为过来这六次 这六次的例子里面 那些犹太人 以色列人 似乎将神的说话 将他改了 做一点 不做一点 外表上好像很好 所谓叫什么 金玉其外 拜祟其中 所以主耶稣 就是矫正他们这些错误的 一些说法 而且 最后一个说话总结 就是说 所以 如果按照 我所告诉你 真正的律法的精义 做的时候 你才能做到什么 所以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我们的标准 只要根据 完全的天父 就不是根据地上 他又这样 我又这样 他这么差 我是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好 没问题 这叫做什么 廣东话 我也不知道各位怎么说 这叫唯威威 没所谓 同路同步 是吧 我都是这样 打了差不多 就以为自己很不错 所以 所以 你明白到 我今天和弟兄姊妹 要分享这段 二十至三十二次 这段 这段 观伏到了奸淫 关乎到丘妻 中间说到 怎样对付 我们人的那种 慾望的天性 那些坏 要挖眼 这段聖经就是 我今天要尊重的 好 下面 我再给大家看 这个和这个差不多 就是这六个 这六段的经文就是主人所告诉我们 天国的律法有一个更高的层次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话,神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都靠神的恩典去做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重担 反而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提升 帮助我们达到更高的我们人生的境界 这个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 主要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救赎我们 靠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谦卑的跟从神 你说多好呢? 所以这些就是练续六次 杀人奸淫,幽妻背誓,报仇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这六次 每次都是主耶稣就说 你们听见主耶稣说 有人这样说 但是主耶稣就回答他们 指示我告诉你们 要这样啊 每次都是主耶稣回答他们 指示我告诉你们 又说了六次这么多 今天呢 我只能说其中的这两次 读到这两次呢 都可以说叫做举一反三 看到整体呢 我们要明白到 律法的精神 精神在哪里 我们知道呢 原来我们是如何来做一个天国的子民 好,我们就集中看这一段的圣经 当我们讲到先来我们说 我们人很多时候会将好的东西扭曲了 做一些不做一些 做外表就没有实际 这个呢 是人的毛病 天性 天性的毛病 所以我特别呢 我说到呢 我先提一提就是说 在我所认识的 就是其实 特别我们现在现代人呢 是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因为现在的时代进步 那么多科学 科技 各方面都有 越是 进步的时候 反而呢 因为 因为有这些途径 的 资料 所以反而人呢 会变得越来越多机会 可以来到 走法律 所以我说这个是现代人 在思想上的思维陷阱 是什么呢 我稍微看一看 大家有一个共识了解 是什么的思维陷阱呢 先说就是三个妖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相信你每天都在面对 是最重要的 要什么呢 就是这三样 最重要是什么呢 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 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 这些说法已经留下了很多年了 你说的 是 是还是不是 真不真的 不重要 最重要是 合乎整个政治的气候 大家以为这样说是对的 你就跟着就对的了 你不跟着的话 你就吃虧了 是吧 跟风的 政治正确 这类的说法 现在很多 特别在美国更多 我也不需要特别提出来 提一些例子 只要有利益的话 其他不重要 profitable 为利益的原因 不择手段 还有 为要达求目的 目的上能够成功 这个success or re-entered 做什么都好 只求成功 不择手段 这叫三要 所以这个是古往今来 都不是现代人 很强调的 就是要这些 要这些 要这些 跟着呢 就是什么 三个不问 三不问 或者说三不管 只要这三样就够了 这些其实跟着带来的 这些三样东西 不问 问都不要问 我暂时不知道 不管 哪三样东西不问 事情 真假 true false 不重要 不重要 理得他真是假 最重要是 我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就可以了 是吧 政治正确 第二 对还是错的 又不重要 因为有效 有效就可以了 不用理会对错呢 还有第三 道德上是否有问题 好还是坏 为求成功 也不理得那么多 这就是 人的思维 那种非常可怕的 一种的 为求达到 目的 不择手段的 陷阱 所以呢 透过这里 我们看今天我们的经文 讲里面 有些什么我可以来 去学习的 我将这段经文 将它分为三件事情 去分享 很简单的三件事情 其实不复杂的 我们只要真是 传着一个 很 很渴求真理的心 求神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的对整个话 是真的想明白 他说什么 而且不单是知道他想说什么 而且 我很想做得到 我经常说 我们基督徒 如果要生命 进步 人要成熟 能够让到神的慈福 带领你的人生 我们不单是要渴求真理 而且要愿意 乐意行真理 你就会越走越 知得更多 知得更多 这样才会进步 如果不是 满脑子的 很多知识理论 做不到出来的话 讲得话叫什么 两个字 叫什么 浪费 浪费 没用的 尤其是 如果我们知道很多知识 但是 知识就是 叫人家去做的 自己不做的 现在大把这样的人 说什么仁义道德 礼仪廉恥 一大堆理论 就说别人不做 其实他说别人的东西 只是说他自己 是不是这样 人是这样 一个社会是这样 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正正是这样 很可怕的 已经到了一个 歪曲的 歪曲真理的 这样的情况 因此 在这条主义所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 在这条正经里 其实 要很重要 要明白 那个问题的所在 对症下药 而不是 利用其他东西来掩盖 遮掩 你好我好 这样解决不了 事实说给我们知道 第一 原来 一切罪恶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贪欲 里面的贪欲 有一个叫什么 叫evil desire 很多时候 人都是因为贪 这个贪的欲望 造成了人 是不能自主的 做了很多坏事出来 不但做了出来 而且 将他美其明画 我应该的 我是正当的 因为我有本事 所以我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这个很可怕的 贪欲 是人罪恶的根本 是有什么贪欲 大家都知道的 我只是将它列出来 在英文里面 很容易说 就是说 三大 人生三大事态 这三大事态是什么 money power sex 这三样东西 我们中文通常就说 明 利 欲 其实都是类似的 名利欲 但是这些说 金钱 权力 和 识 这个 性欲 特别呢 如果说到这些东西 通常有些人说 特别对男性来说 那个人有更大 其实这个都没有一定的分 总之 人有这些天然的 这些欲望 其实 如果你要钱 有钱的欲望 不是有问题的 不是错的 但是 如果 是 贪求 以至到 过了份的地步 变成非分之想 甚至说 是不择手段的 要得到的话 这个就 出现不大问题 所以 很简单来说 譬如 人的欲望 人的贪欲 除了你应该有之外 更过分了 就会出问题 那这三个人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金钱 我叫他做 贪欲 人是需要 物质的 没问题 衣食住行 正当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 我们 拼命 过分的话 人与人之间 勾心斗角 弱欲强食 产生 产生 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引用了一句 古语 今天 都引用了很多 中国的古语 我简单来解释 可以了 原来 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在史记有一个史学家 叫司马迁 大家都听过 他有这样的说话 他说 他说 天下欺欺 皆唯利来 天下让让 皆唯利往 很简单 他说 原来 天下之间的人 为了 欺来 让往 欺来 让往 云云众生 都是 为了利益 东奔西跑 天下的眾生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來奔波 人就是永遠都是為了追求物質,為了享受金錢,愈多愈好 就有人說錢?錢沒有人認多的 其實不是的 如果錢太多的話,反而會害了那個人 為什麼?因為貪得無厭 所以這就是貪欲,會害了人 第二就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權力 這個權力指導我們要控制,要擁有 這個權力可以包含很多方面 包含要有權勢 我大過你 我要逼人去聽我話 合理的要聽,不合理的都要聽 就是欺負人 地位,這是權力來的,相關的 還有什麼?明網 一個人出名好不好?好 但是孤名釣魚 如果為了要出名,就不擇手段 做很多無謂的事情 甚至做一些壞事 哇,這很可惜 但是人們喜歡這些東西 古往今來,人們都走不掉這些東西 不是為了運用,而是為了權力欲 還有什麼呢?就是色情 色性 性慾 一個人天生有性慾 所以他有家庭 有丈夫、妻子 有自己的家庭 這是正常的,是好的 但是非分之上就產生問題 貪了別人的太太 貪了不是你自己應該有的 跟別人的關係 這些,這三樣東西 古往今來 很多很多出名的人 領袖都在情形上跌倒 失敗 所以主要蘇利樹 一下加上不是全部都說 這次聖經裡面 他就特別講到 特別講到這一方面 在這樣的性慾方面 這就令到人跌倒 我們用這件事 可以說出來 舉一反三 其實這件事 都可以代表成 所有 因為人的貪欲 以致人會跌倒 所以 怎麼說呢? 耶穌說 既然人一切敗壞 都是因為貪欲而來的 所以我們要對付貪欲的問題 所以 在主要蘇利樹這段說話裡 他告訴我們 他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漢見,婦女就動淫念的 這人在他心裡 已經與他凡奸淫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前面 聖經說 不可奸淫 他們就這樣解釋 那我就沒有去做 我沒有做到奸淫 做奸不好 但我沒有做到 我只是想想想 想想行不行 耶穌說 看見婦女 其實婦女這個字 因為 因為在原文聖經 有時候 女人這個字 你看上下文說 是不是指什麼呢? 這裡沒有說得很清楚 是不是指另外一個女人 或者指一個人的太太 這裡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總之 特別是從男人的角度來說 因為男人這方面比較容易會跌倒 如果一個男人 看見婦女 雖然你沒有去做 但是心裡想了去做 真的去想 不是一閃而過的那種想 如果一閃而過的話 不要的,馬上認罪 求神描書我 那就好 但是他不是 他還要專注去想 在思想上 是故意中容的去犯罪 他說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人在心裡 已經如他犯奸入 所以主耶穌看著 所說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強調 我們不要以為 做到外表的行為 甚至被人抓到了 這才是犯罪 我沒有做到 人看不見 就沒有犯罪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是很低的水平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先跟我說 這個第一點就是 原來人的貪辱 就是人的犯罪 人的失敗的 罪惡的根源 所以你從根來自起 就不是說我不去做 我心想沒問題 甚至那些人說 我做了 沒有人抓我 沒有人有證據 我又可以走掉了 這樣就不行 但是這時候主人的需求 更高 不可以有動淫念 有非分智想 所以這時候 我要補充一下 有些人以為 我們基督教 是所謂禁慾主義 好像 什麼都不好 什麼都不好 這樣又不行 這樣又不行 為何沒有自由 不是 這樣的說法 對我們的信仰 對神的要求 錯解了 其實我們每個人才說過 如果你有自己的家庭 丈夫 丈夫 妻子 你有正常的性關係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神的恥福 但是這時候知道 我們這些是非法的 非分的 這樣就是不應該的 要徹底的 要幫助我們 要處理問題 要從心裏做起 而不是單單說 行為上 我沒有做 就可以過去 所以 在《歌陈多詩》的書 這段聖經 要告訴我們 這是男女的關係 應該怎樣的 史圖寶說 他說 但要免淫亂的事 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當合而的份 代妻子 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 這是說什麼 這是說夫妻的 特別這裏 合而之份 上下文是指出夫妻的性關係 就是 妻子無權主張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有沒有有權兵主張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規復 這個指導 要大家互相尊重 有一個和諧的性的關係 性的生活 你看 正經裡面說得很清楚 很坦白的 沒有被諱也不說 所以說 在夫妻裡的 合而的性的關係 這是正常的 是神所允許的 而且是神恥福家庭的一個基礎 這幾好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是非憤的 這就不好了 怎麼叫非憤呢 有一個人大家都認識的 聖龍 香港那個武打明星 成龍 他最近很出名 最近他出了很多事 他的新聞都說到他的事 在很多年前 他說的說話 是什麼呢 我就是 有男人的問題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就有什麼問題 我就是有男人的問題 就是做了異常的不應該做的事 是不是 你說多可惜 是不是 所以 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 人是會貪辱的 有了自己的家庭 還不夠 還要有婚愛情 還要想到其他不應該想的事情 其實神已經給我們有自己的本分 那應該好 為什麼要有非憤之上呢 神給你的物質 神給你的地位 神給你的名譽 神給你的名譽 神都已經給我們足夠了 我們就不應該 唯獨那些不應該要做的 神還繼續用不法 不合理 道德的手段 繼續去追 如果這樣的話 反而害了自己 有時候覺得 不單止害人 連自己都害了 這叫做害人害己 所以第一點 透過這件 講到人的貪辱 就有所告訴我們 我們要小心 因為我們要處理 我們這個人的貪辱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人的犯罪的根源 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 不只是治標 而是要治本 這才更重要 怎樣去治本呢 在下面 朱瑞蘇就講了 這個是講下去的 這個解決方法叫做什麼 叫做害人聽聞的外科治療法 然後 耶穌說 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這個字怎麼讀 還記得嗎 就喉出來 喉出來 喉出來 還扔掉它 慘了 不可以撥上去 然後說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 雕在地獄裡 這是一個大概的形容 就是說人的身體 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他就說一百個 這個籠統說法 就是說寧可失去了一個 一個眼睛 好過因為這個眼睛 拖大你 搞到你墮落 全身都掉在地獄裡 因為後來受到刑法 罪有應得 做了這麼多不應該做的壞事 這個叫做什麼方法 這個叫做碗眼法 或者叫做滑眼法 這個犯罪滑了它 就是徹底的意思 有些人說 嘩這麼殘忍 那又太過嚴厲 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 就撞了下來 右手犯罪 去偷東西 咳了它 賭錢 就斬手指 斬手指 斬手指避沙寵 很嚴厲 但是他說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 不叫全身 又下地獄 你看 這叫什麼方法 這叫做 撞手法 斬手 這會不會太過於嚴厲 基督教會有這麼殘忍的講法做法 幫我們要明白 主耶穌說這句說話 很明顯 這是所謂的 用上了表達上面的文學的誇張法 即是說 這是破釜沉舟 如果是這麼嚴重的話 寧願失去了少少 雖然是很沉痛的 但失去了一個眼睛 一隻手 好過整個人墮落 是這個意思 所以 我再強調 如果一個人要有一個正確的人生 神幫助我們人生能夠健康快樂 第一 你要正本清源 知道問題的精結是在本那裏 不是在標那裏 要治本不是治標 就是人的貪欲是問題的所在 第二 如果醫療這個貪欲的問題的話 要徹底用這樣的決心來對付它 在所不適 所以 每一個人在我們人的貪欲上 在哪方面 我們會覺得 有些人這邊貪多一些 這邊貪少一些 人都有的 或多或少的 求神幫助我們 希望我們能夠知道自己的意義在哪裏 求神幫助我們 能夠好一點的去面對問題 挖眼 砍手 指導一個態度 有誠懇的 求神給我們力量 如何來做呢 克服這些人生的問題 挖眼 砍手 你覺得很殘忍 其實在古代裏面 也有這樣的例子 讓我看看兩個圖畫 好嗎 這叫什麼 如果你認識這個三角演義 就知道 相傳說 關公關雲場打仗的時候 中了別人的毒箭 刺了手臂 所以後來就說 明醫神醫 來幫他醫治 就說 不是拔一條箭就夠的 還要割開肉 在那些骨的上面 刮了毒出來 所以叫做刮骨療毒 徹底的對付那個問題 哇 多厲害 不過這是相傳的故事 就說他一面被刮骨 一面被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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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不改容 真是英雄人物 不過這個相傳 不知道是否真正 當時真的這樣發生 所以說出一個道理 就是要認真對付問題 不可以慶佛 同樣 又是三角演義的故事裡面 有另一個例子 這個叫什麼 這個神醫也是華佗 要幫曹操 這個大奸人 醫他的頭痛 經常痛一痛 痛到他都會爆炸 很辛苦 所以他怎樣醫治不好 所以找這個神醫華佗 神醫就說 你這個病 吃藥都不行 要打開頭腦 然後在裡面 要處理 做外科手術 你想想 在那時候 三角時代 這麼早時期的時代 竟然說要開腦 這是真是害人聽聞的 這樣說法 所以這個曹操就不相信 他說天下人 想娶我頸項上的人頭的人 多得事 怎止你一個 你是藉口想殺我 他不相信 他不肯我開刀 結果後來就死了 他不肯死了 他還把這個華佗殺死 他還說 因為你是奸計想害我的 其實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 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問題 真的要處理它 就不能輕忽 這是不能 所以第二件事 就是說 一個真正解決人生命的問題 要對證下 這個就是 害人聽聞的外科治療法 好 接著 第三點 這裡 接著講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第三點 因為他們說 那時候的男人 以及當時的猶太社會 在第一世紀的時候 那些猶太人 他們就說 根據我們的傳統 甚至根據舊約時代 神給摩西的律法 都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休妻的 可以來休憩自己的太太 可以再婚的 但是有什麼原因 你可以來休妻呢 這就是 這個婚姻 和家庭的盟約的問題 因為 曾經告訴我們 一個家庭的建立 是一個性約 是男與女 就打一個合約 要來答應 要一生來施首 不可以違約 而且這個約 是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 要建立 有神道 正人 不可以隨便 要認真的 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 對這件事情 這個聖約 很忽視 連猶太也這樣做 何況說 當時的欺憐 或者羅馬人 我沒有時間不說那些 那些更加離譜 更加離譜 尤其是 在那時候的時代 根據歷史的紀錄 告訴我們 當時的男人 特別是男人 不是女人 沒有類似問題 在乎個別的情況 但特別是男人 就是這樣說的 男人 要求太太要忠貞 所以她要結婚 她有自己的妻子 但是她在婚姻之外 她可以在外面搞 搞什麼都可以 只要她有自己的正當家庭 就可以了 她在另外外面搞 就是外面的事 就不要混在一起 為什麼呢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那個家庭 不單是她自己的妻子 有自己的兒女 這是建立她自己的合法性 而且是保護她將來的家產 後來怎樣去遺產 這是有家庭的合法性 但是外面搞的 是另一回事 男人好像有這樣的特權 真是很離譜 這是當時的 希臘和羅馬社會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回到這處 這處就是主日所跟他們說的 他們說 我們根據摩西的律法來講 我們可以優妻的 有話說 人若優妻 只要給他優輸 就可以把他優了 我們可以再取另一個 主日所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優妻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 這個說話特別加強 除非 這個發現你的太太 是有淫亂的問題 所以就優了她 因為已經破壞了婚約 婚約已經不再存在了 所以就可以優了她 你可以再結婚 因為那個已經斷了 以前那個已經斷了 那個博物來了 但如果她不是的話 你就叫她做淫婦了 其實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冤枉她 如果不是這個緣故的話 你就優她 就當她是淫婦了 那這個就很冤枉 不可以這樣做的 而且如果 因為她被你優了 她要有生計 尤其古代的社會 有很多女人是要靠男人去支持她 如果男人不支持的話 那個女人就沒有辦法生存 因為那時候古代社會是這樣 所以她說 如果這個被憂的婦人 後來她被另一個男人娶了她 這樣她就等於犯奸任 因為她根本上應該還是你的太太 你當了她是淫婦不要 她真的跟另一個人結婚 那就變成犯奸任 所以這個說話很強烈 就是說 是這個男人不應該 在不合理之下 將自己的妻子 來休憩了 為了自己一己的私慾 所以就害了自己的妻子 是這樣 所以這句話說得非常嚴重 是解釋到原來在主耶穌的教導裡面 這個婚姻是神聖的 不可以隨便的 不可以說 哎呀我喜歡就和你結婚 我不喜歡了 或者我喜歡了另一個 我將來就休憩了 這句話是絕對錯的 其實這段聖經裡面 說這句話說得比較簡略 所以我在這句話 我就很快的 將同樣的婚姻 在第十九章 有更詳盡的 對這個優妻的事情 再重新跟大家再講一講 其實很簡單 很容易了解的 十九章 花里塞仁來試探耶穌 問他 人無論什麼緣故 都可以休妻嗎 因為第二章是這樣說的 我們只要給他休書 就可以休了他 這句話就有人問耶穌 是什麼原因可以休妻 主耶穌答他 你韓式的字就是主耶穌答的 很清楚 主耶穌不直接答他 也有問題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excuse 一大堆理由就可以休妻 這句話是說不完的 有人說這樣 主耶穌說 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 並且說 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 人長大了 也獨立了 那就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以人成為一體 這經你們沒有念過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妙 所以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知道嗎 這句話是說什麼呢 十九章 三到九節 已經告訴我們 那是很清楚的情況 他們問主耶穌 我們什麼情形下 可以休妻 耶穌回答他 沒有直接來回答 什麼原因下 可以休妻 主耶穌只是說 婚姻的如意 是叫人不可以分的 因為神要我們成為一體 就不可以分開 是這樣的意思 是這麼清楚的 所以那些人如果是隨隨便便的 就去離婚的話 這個可以說 這個離意 是不合乎 神當初為人類設立婚姻的 那個原來的宗旨 主耶穌不跟你說什麼 是說出那個原意 我們要忠於原意 不可以隨隨便便的結合 隨隨便便的 又來分 不是這樣 除此之外 除了叔回答他們之後 他再問 下一步 他再問這個說話 他們說 如果是這樣 那為什麼摩西跟我們說 給妻子休書 就可以休他呢 他說 神的牧人 摩西這樣說過 他當時說 如果我們要休妻的話 摩西給我們 如果寫休書 只要做得正正式式 不可以口說 你有真真正正的 有些原因 有些東西寫出來 給一個合法的 一個 不是叫賠償 至少有合法的處理 合而的處理 就可以休了他 他便可以再娶另一個 他想要的女人 他說 魔西 讓我們這樣做 主耶穌又再回答他 主耶穌說 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 所以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我並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們 凡休妻另取的 若不是為淫亂的言故 就是凡奸淫亂 這是說什麼 有人不娶了被憂的婦人 有時犯奸淫亂 這數目標準是非常之高的 在這兒 我們今天很詳細的 講關於離婚的問題 但這兒 我其實有更多的細節要講清楚 這兒我不可以講那麼多 其實我重點是說 人不可以為了自己自私的原因 不顧對方 就隨便解除婚約 這不是聖經的原意 不是神的心意 不過 人總是軟弱的 所以如果真的做了的話 我們要求神念吻 神都會恩典給我們 幫助我們如何處理 我們犯了錯 明白嗎 所以神呢 不單止我們的神 是有真理 亦是有恩典 所以在上面 主耶穌回答他們 為何摩西讓你們休息呢 主耶穌的師姐說 摩西的律法 是准許人休息 是因為你們的生硬 不是想的 這不是婚姻的原子 所以摩西只是准許你們做 但是不是吩咐你們做 他說摩西吩咐我做 摩西教我的 還把責任推給摩西 摩西不是叫你這樣做 是嗎 只不過是說你無論如何都要 給你做 就是權宜之計 但這個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方法 不是應該做的事情 你慢慢 好像我先說 我們人知道這樣是好的 但是失敗了 如果失敗的話 我奉勸就是 如果我們有失敗的情況 但是神也會聯繫我們 神幫助我們 最好就不要遇到這種情況 如果真的有噴難的時候 但是神也會聯繫我們 幫助我們 盡量的我們要知道 神的心意的時候 我們按照最好的人去做 受到更好的 更多的恥福利 神會幫助我們 雖然人有軟弱 但是神也會有憐憫的 有恩念的 所以總結來說 我和大兄姐會 來分享 這個 這麼令人害怕的 這個題目 叫做 摩擾你的眼睛 碗掉你的眼睛 這麼低人害怕的題目 那麼想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主耶穌教導我們 一個正確的人生 因為主耶穌告訴我們 一個天國的律法 是一個更高的律法 這是好的 因為人的貪欲 就是 money power sex 這個貪欲 是罪國的根本 我們需要痛定思同 破釜尋臭 正式的 要用一個很認真的方法 去處理人性的問題 而且在我們的婚姻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要保持這個 婚姻的神聖 以至到 神讓我們在婚姻 在家庭裡面 來享受 神給我們的慈福 你想想 你看 能夠處理貪欲的問題 以一個解決問題的徹底方法 態度 和神賜給我們 有美好的家庭生活 這只不過是舉一反三 所以 今天 你和我 我們願不願意聽從 主耶穌的教導 進行天國的律法 是更高的律法 活出一個 正確 健康 快樂 普神喜悅 榮神億人的 這樣的人生 我們一起去祈禱 親愛主耶穌 感謝你 向我們解釋 天國的律法 是對我們人生 大有幫助 我們求你 讓我們不單止有真理 也有恩典 而我們憑著你的恩典 我們努力前行 讓我們一生裡面 得到神的慈福 引導 幫助我們 不單止幫助自己 可以幫助其他 他們有需要的 在困難裡面的人 求你隨聽我們的討告 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 阿門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謝謝